再來一個例子,這次就沿著Y軸轉 因為剛才我們是沿著X軸轉的 那條Curve沒什麼特別 Y對於X軸就說1到2這個範圍轉 那你畫畫圖應該也不難的 這個Y軸,這個X軸 那Y對於X軸就是這個部分 那X等於1,去到X等於2 那大概這一節 我們只考慮這一節,如果沿著Y軸轉的Service是怎樣 那當然,我們先考慮一小部分 譬如粉紅色的部分 然後我們給它一點名字 我當 這裡的高度 真是叫做Y 由於你拿得很小,你當是直線這樣想就OK 你轉出來是一個Fustom 那我們的Fustom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我們的Fustom就是這樣的樣子 嗯...大概啦,對啦 大概啦,對啦 對應這個位置 好啦,我們想估算它的面積其實很簡單 就是底周界成斜邊 那你可能會問,剛才你拿大那個底 今次拿小那個底,可以不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idea來的 隨心啦 這裡我們不會特別嚴謹 因為我們只是計數用公式 你這樣想會輕鬆一點 對啦,這樣想會輕鬆一點 底周界成斜邊 就算你說上面這個檔 Y 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都是幫你寫一條式出來 好啦,那我們看看究竟這個周界怎樣計算 第一樣東西,我們是需要這條橙色線的長度 這個半徑 也就是對應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那我們試試寫一些座標吧 例如這一點橙色點 它的座標應該會是開放YY的 為什麼? 因爲它在Y到X2 如果X做主項 X是會對於開放Y 所以就是開放YY 很明顯,你由開放Y橙到去0 這個範圍,這條長度 就是開放Y那麼長 所以底周界就是2π開放Y 好啦,斜邊 留意你用Y做尾指數 所以你的art length element 麻煩轉為Y的版本 1加回G'Y的square 開放Dy 一樣,由於你的Gy其實是開放Y 那你D的一次取締了 就是1 over 2乘以Y的負二分一次 可以嗎? 這一個是Gy 那你想對應的就是斜邊 就是這裡 好啦,再加一個integral符號給它 我們看一看由哪個位置 in到哪個位置 最小的y應該在這裡 最大的y應該在這裡 我們計算一下 如果x是1 y就是1的square 都是1 如果x是2 y就是2的square 那就是4 所以應該是1 in到4 那就寫完公式 好,後面計數 你看到跟剛才是沒有分別的 那就in了 那你做小化簡 很輕鬆的 這個部分我可能做給你看 那個pi呢 我搬出去 然後就1 in到4 那我嘗試把2開方y 丟進去 所以會變成2開方y的square 乘以1 加回 那這一塊的square 就是1 over 4y 做開方 Dy 那我寫慢一點 就算是1 黃色部分 去對應這塊 紫色部分 紫色部分 丟進開方 是這一塊 那你乘進去 那你會發覺 這個2開方y的square 正正是4y 來的 所以你約完其實是挺爽的 就是1 in到4 裡面就是4y加1 然後再Dy 那應該很輕鬆的 如果你說看不到 Anti Derivative 那慢一點 你Less U 做4y加1 幫手 再做下去 最後幾個答案 是30.85 30.85 那這個也示範了另一個方向 沒什麼特別